介绍要带您关心的这一位人物是高雄县长杨秋心 他在选举落幕之后发现大肠癌复发 前天在医院动手术 切除掉胆囊还有十公分的大肠 目前正在休养 而高雄长庚今年表示 杨秋心恢复的情况良好 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 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高雄市长失利后 高雄县长杨秋心选后出面谢票 感谢选民的支持 之后就鲜少露面 原来在12月6号杨秋心就已经住院 准备进行胆囊结石 寒大肠癌切除手术 这一次杨县长是在12月6号住院 那么隔天上午我们就给他进行手术 那么大肠这一段切下来 是只有0.3公分 非常细小的 是可以看到有大肠癌的病变 院方同时表示杨秋心是在选前一个月 进行例行健康检查时 发现20多颗胆结石 和大肠局部粘膜肥厚 但是没有迫切性建议折其进行手术 也因为证实拼选站关键时间 清选幕僚说杨秋心告诉他们 健检结果没有什么大碍 一切行程还是照常 由杨秋心在民国93年时 也因为健康检查验出第一期大肠癌 在高雄长根医院动手术 切除20公分的大肠 再加上大肠直肠癌已经攀升到 国人癌症发生个案数最高 杨秋心再度复发引发关注 基本上有罹患过大肠直肠癌病人 大概原则上都至少会有一个 追踪的年限至少是五年以上 饮食西化 大家吃的东西跟西方人越来越接近 高油脂低纤维的东西 大家摄取越来越多 那间接会导致这个大肠直肠癌的 整个一个发生率增加 院方表示杨秋心接受手术后 恢复情况良好 应该这几天就可以出院 记得李淑然 陈显坤 高雄报道